嗨 诸位 我是徐涛 接下来就请享用我们今天的节目 欢迎来到硅谷早知道第二季 我是徐涛 您在硅谷的特派记者 这个世界飞速变化 那就请您借助我的采访 来和全球创新第一时间同步 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 区块链和人工资源 今天和我们坐在一起的 依然是硅谷的著名投资人张璐和刘勇 欢迎来到硅谷早知道 徐涛 您好 徐涛 您好 大家好 张璐 你最近还被评为了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 恭喜恭喜 谢谢 其实今天我们跟二位坐在一起 之前的节目已经做了好几期 然后我就发现 之前二位的预测 基本上一个个都应验了 我记得第一次我们说到了Facebook 然后当时我们说 Facebook这下完了 然后二位是说 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所以这几天我们看 Facebook股票就又上来了 对吧 然后另外一个是 我们做关于中兴的那一期 大家都说 中兴这一次完了 然后二位也是说 没太大问题 因为这里边的 无论是商人治国 还是这种的lobby的政策 都会使得中兴肯定 还会有一线机会 当时那个 我记得当时我们这期节目 放出来第二天 美国商务部就又出来了 一个特别严厉的规定 说这事 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了 当时还有听众说 你看你们打脸了吧 但是到这周末的时候 特朗普就发了一个推特 说我已经在跟习主席 接着在商议这个事情了 我在勒令商务部 好好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基本上二位的这个判断 就已经算是应验了 对吧 其实还是要基于说 长远的方向来看 所有现在的这些事情的话 它都是一个一个点 那这个点到底 它会往哪个方向走 是基于两边 到底对于未来的这个合作 还是说对立的 一个大的趋势判断 我之前也提到过 前一段去参加 胡佛的这个年会 就是斯坦福胡佛的研究中心 它也是美国最大的 共和党的一个智库 所以当时来了很多 都是这个共和党派的 商界 政界 科技界的领袖 那跟他们聊的时候呢 就能看出来 当然有很多中国威胁论 也有很多关于中国的 各种各样的 2025的计划呀 的一些担忧 但是整体上 每个人表达出来的态度 还是说 长期来看 我们还是要合作 因为这是必然的一个趋势 是世界上 未来十年最大的 一个经济体 Tesla其实也是有 很多后续的 因为当时我们有说到 它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周又有很多的 新的进展 对 这周的话 我们看到好几个 跟Tesla有关的新闻 首先是Tesla的 猫对碎生产线 接下来要停产一段时间 是又再次停产一段时间 是 然后是 据说是要维修 或者是升级 就是具体的人 也没有透露了 然后包括近期 Tesla的一些高管 陆续离职 然后股价 之前的一个 最挺Tesla的投行 大摩 给它大幅下调到 百分之三十几吧 还有百八十几 下调到三百美元以下了 290多美元 它以前的目标价 是在三百以上的 所以这几个都是 上次我们讨论Tesla之后的 一个延续 对 这个事情目前看 远远还没有水落石出 就是我觉得市场 开始对Tesla的情绪 更加的稍微悲观一些了 我能问一下 那个离职的高管 是哪几个 具体我忘了 我开始看新闻看到了 然后我们可以 搜一下新闻吧 那可能相比前面 一两个月的 那么多的新闻而言 这两周 可能会相对平淡一些 那二位觉得 有什么新闻和趋势 是在硅谷 是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呢 刚才我们 录节目之前 稍微聊了一下 一个就是 我觉得区块链这块 上周有几个新闻 包括Facebook的 区块链业务 包括NASDAQ 下个月会推出一个 跟它关联的 这个数字加密货币的 交易平台 这些的话 都促使整个业界 包括投资 包括这个IT行业的话 都对这个区块链的 话题的热度 进一步上升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信号 就是大家我觉得 可以保持关注 也就是说 慢慢的 如果说区块链 包括这些token经济 能进入一个主流的 投资机构的视野的话 那这个领域里边 会有非常多的机会 包括创业 包括投资 包括很多应用的机会 Facebook 你那个说的 其实就是Facebook 会有一个新的 专门的部门 去研究这个区块链 对 Facebook重组之后 区块链的业务部门 它的层级还是蛮高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那个组织结构图 会有多高 它应该是一个VP吧 或者是应该是个VP级别的 来负责 是在它的那个 最high level的组织结构图里 可见的一个部门 那这样的话 就是一个非常大 而不是一个所谓预言 或者是research 它应该是一个 跟区域业务会挂钩的 我相信要在未来 为什么区块链会对Facebook 这么重要呢 这个要问扎克伯格了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应该这么说吧 就是现在各个大公司 我知道的 就Corporary America也好 包括中国的大企业也好 其实都在看区块链 对 这个大家是怕有一个 错过一个大机会 我觉得对大企业来讲 因为大企业做开放创新的时候 他们一个最主要的目标 不是说我要去通过 投资一些新的行业 或者新的公司赚钱 而是说它保持一个扫描 它会持续扫描 这个世界上 所有跟它主营业务 或者是向新兴发展业务 相关的技术领域的突破 然后它怕的是 错失一个重大机会 比如说2000年 错失互联网的机会 10年错失移动互联网的机会 那么现在大家怕的 就是错失区块链的机会 前几年是怕错失AI的机会 这个是很可以理解的 其实去年在 也就是这个时候 当时跟那个Tom丁聊的时候 他会有提出一个观点 说其实Facebook Twitter这样子的 是特别容易被区块链 所就这种封布式的 所颠覆的一个行业 所以也许可能 Facebook是不是也感到了一些威胁 特别是它的 像声誉啊 商业模式都在面临威胁 可能它也有这种 短信的也不会了 区块链这个东西 在应用层面 在Token之外 就是在货币之外的应用的话 要我觉得 我觉得是业界共识吧 也不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觉得还要很久 五到十年可能都是少说了 对 不过其实你真的是说 从你刚才提到说 Tom丁觉得 这些互联网公司 会有很强的危机感 其实它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们深看说 所有这些现存的互联网公司 它本身的一个商业模式 是基于什么呢 是基于它现在的这些平台 无论是社交平台 还是说 是像Linkin这样的 专业的这种 专业的这种信息的 一个交互的平台 它其实都是 作为一个公司主体 获得了大量的用户信息 然后通过这些 海量的数据去编写 所以它是一个 拥有数据的主体 那区块链技术 它其实带来一种可能性 就是分布式 分布式相当于是说 每个用户 会成为自己信息的 一个所有人 那大公司不再成为 那个拥有所有数据的主体 那他就要去考虑 是不是要变革 自己的一个商业模式 相当于现在 现存的这种商业模式 可能如果将来 有了这种分布式技术之后的话呢 就不能够再work了 就不能够再推行了 所以这可能是 现在互联网公司 比较害怕的一件事情 他们也是希望说可以早期 与其未来有可能 会被别的公司去颠覆 我不如自己先研究一下 进行自我的更新 升级 甚至说自我颠覆 我觉得这是很多 现在互联网公司 在看的一个方向 所以从这个角度 你也能理解 为什么他们不去区块链 同时我还是同意说 这个区块链技术 当然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现在大公司逐渐入场 对区块链技术发展 也是一个很好的 利好的消息 因为当然我们刚才 刚才刘总提到了 ICU 我个人还是觉得 ICU和区块链是一定要 分开聊的 两个完全不同的话题 那由于ICU的火热 导致很多很好的 这样的一个技术人员 和资本 并没有流向去基于 这个基础的 区块链的底层技术的 开发或者是解决 它的一些瓶颈问题 那现在大公司入场之后呢 好在是他们可以带动 很多优质的工程师 很多优质的资本 去基于这种 我们叫底层技术的 一个开发 去真的是解决 现在我们区块链应用 遇到的一些瓶颈 然后在它平台上呢 再进行大规模的 一个推行 我相信未来真的 如果有一天 区块链技术足够成熟 而且在各个行业 开始广泛应用的时候呢 它会像现在的 互联网一样 它不是一个 你可以像电一样 它就像电流一样 Electricity一样 前一段 Android NG 有发一篇文章 就说人工智能 是新的Electricity 其实同理也可以 应用到区块链上面 它不会是说 是一个单独的 某个公司 会去使用的一样东西 而是会像 一个基础设施一样 存在各种各样的行业中 而大公司的入场 它会让这个基础设施的 搭建的速度加快 同时也会让它的推行 更加的快速 其实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大公司入场的话 它会培养很多的人才 会做很多技术的积淀 但是从人类创新的历史来看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 在一个新的一个 大的浪潮下面 比如说互联网时代 移动互联网时代 往往是新进入者 去颠覆了传统的 就比如说Google 颠覆了Microsoft的统治 现在接下来的话 很可能会有一些 专门的区块链领域的 创业公司会起来 会崛起去颠覆 Facebook Google 虽然他们现在 也意识到一些危险 但是一般呢 时常垄断者 很难去隔自己的命了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 他们对数据的垄断 它会持续垄断 它会希望垄断 它研究区块链 未必是希望用区块链 来分散数据存数 而是想去研究 怎么去对付 那些新的区块链公司 我其实大部觉得 他们真的想去怎么样 去对付区块链公司 因为我觉得 现在的科技公司 和几十年前不一样的是 他们已经看到了 这一批又一批的 这个科技发展趋势 科技发展的这个浪潮 是不可逆的 就没有任何一个公司 可以强势到说 这个新的技术浪潮来了之后 我要把它去灭掉 然后来保证 就想去打雪橙 对 这个是可能性不是那么高的 但是呢 我觉得现在的公司 就包括像你看Facebook之前 收购Instagram 收购WhatsApp 它有一种概念是觉得说 我可能渐渐渐渐 我公司最盈利的这个主题 不是我原有的 这个商业主题了 也不是我最早 运营的这个业务了 我可能最早起家 是一个社交媒体平台 社交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也是PC上的那个 对 但现在可能渐渐到最后 几年后会发现 它变成了一个媒体公司 再过几年会发现 它变成了一个人工智能公司 当然大公司 它一定有局限性 这也是为什么说 它在这个过程中 它也有很强的一个紧迫性 因为哪怕它去布局了 还是有可能 就像刘云总讲的 会有公司冒出来 可能会给他们 一个比较大的打击 那个时候这个公司 愿不愿意接受 他们的邀约去被收购 或者说成为他们边下的 一个公司 那还是一个 悬而未决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场景 能让我们看到说 硅谷一批一批的 这种更新换代的技术 可以一直持续带来 整个这个行业里面的 主要的公司的 这个新鲜度 还有说新的公司 总是有大的机会 可以在这个行业里冒出来 另外的话呢 刚才因为也提到IC 我正好特别巧 昨天晚上 就是有跟一个 就是朋友 他是美国证监会的 就是美国ICC的 有跟他聊到 现在整个ICC 对这个加密货币 包括说整个 ICO的这个态度 确实现在这个态度 已经是越来越严格了 包括现在的 他们给出的语言 已经出现了 叫我们叫 financial fraud 我不知道这个翻译过来是 金融诈骗 金融欺诈 对吧 金融欺诈 这样的比较严厉的词汇了 所以可能我相信 就那种割韭菜的 就一律要定义 financial fraud 是吗 对 所以我觉得 从ICC的态度来讲的话呢 这个监管一定会 越来越严苛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觉得 任何金融市场 都需要监管 那说不定 有监管进来的话 对长线来讲 整个加密货币的 大行业发展 也是一件好事 对 监管 像我上次节目里提到的 监管肯定是一个利好 监管会让大基金 敢于进入这个领域 否则的话 如果都是一些 地下的小交易所 那大的基金 是不可能进 大基金不进来的话 那这些散户也好 这些庄家也好 他炒这个东西 他的资金量 他只不过现在是 在一个高度监管的 环境下去炒 这些期权和金融衍生商品 那将来加密货币 纳入到这个体系里面的话 我认为这些资金的注入 会对加密货币 然后会传导到区块链 这个技术层面 所以整个这个 大的圈子来说 我觉得现在是处于 处于一个 即将高速发展的 一个前业吧 我觉得回溯说 那个大公司 是按照什么样的顺序入场 这也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最开始比特币 和那个什么以太币出来 现在是那些美国的银行 觉得很多不安 然后他们开始 研究这方面的东西 然后现在是科技 除了Facebook之外 其他几家怎么样情况 他们内部都有一些 我觉得都是有 或是或是有些研究部门 但是像Facebook这样 把它提高的 这么一个层级 而且高调的 announce 这个确实还没有 Twitter呢 Twitter有吗 Twitter我不知道 他们没有announce 内部的话 不知道有没有 是这样 苹果应该是比较难 把这个 苹果肯定没有 Possible 对 也有可能 因为区块链这个东西 它不是凭空产生的 大家一看下历史就知道 它是从比特币来的 对 所以的话 区块链它这个技术的本质 是催生这个 区中心化的加密货币 然后躲避单一的监管 或者单一的这个authority 这是它的最根本 所以整个 不管是币圈还是链圈呢 它首先 我认为它是一个社会运动 它不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在技术上 去追求一种旗币 其实我们从技术层面看 区块链 它效率其实很低 如果说速度 包括它的这个 我们说确认 那个transaction per second 这都是非常非常低的 这在现在的新型系统里边 已经说是基本没法用的 但为什么 它还会这么多人用 我觉得还是加密货币 这一个层面 把它拖起来 所以现在大家就是 相当于是1960年代的时候 反主流文化运动 对 因为就上个月 你看那个Dripper University 他们办的那个活动 每年会办一次 上个月的活动 1500人参加 把整个那个Sumatel的 那个主街都封起来 然后整个那个现场的感觉 让你觉得就好像到了那种 比如说1970年代 美国的这些反战运动 大家又是唱着摇果 又是在那边跳着舞 然后吃着免费的 满街的这个餐厅 都是免费开放的 然后在他们的那个 Incubator里边 到处都是酒 是大家一边吃一边聊 就好像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觉得 自己这个一代人 要接管这个世界了 至少接管这个世界的财富 你说哪一代人 你说的是 就是这个币签和链签的 这一代Generation 他们也算是Young Generation 而且是在创业者 这个圈子里边 算是比较鲜大 因为这个领域 还是相对吸引一些 他们觉得自己的潜力 是无限的 或者说他们非常相信 以比特币为代表的 加密货币和区块链 将来能 takeover这个world 我是觉得他们真心的相信 所以某种程度上 区块链也好 尤其是币这一块 它有一种宗教的属性 我也觉得有能感觉出来 就是你相信它 它就有价值 就像PTC一样 它没有基本面 但是币圈的人都说 它有基本面 大家的理解 角度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就觉得 这就是完全靠比利福 来支撑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真的要是 当然我在这方面 不是专家 因为我并不投 加密货币和CIO 但是我至少理解 是我觉得比特币 和其他的币是不一样的 就是比特币 它其实你要是真讲 它还算是 有一点基本面的 就是所有这些 我们讲的是说 黑市或底下交易 然后它是有这个 那你想它 作为一种货币的话 重点是说 它有没有交力量 有没有一直持续 存在的一个交易量 和交易市场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面 那比特币它是有的 而且 但是你要是说 剩下的币 包括以太币 它其实和比特币 是不一样的 所谓的设计 以太币会不一样 我觉得以太币 好像还是 以太币的基本面 其实比不差 不略于 但是其实以太币 它是和ICU紧密相连的 所以它和比特币 你就要从不同的 一个维度去理解 那边它是有确定的 一个交易市场 无论这个监管等等 所有的这些 我们说的这个 地下市场的交易 黑市交易 它是一直会持续存在的 但是以太币 比如说 它所去关联的ICU 到底这个市场 是往上走 还是往下走 没有人知道 那其他一些发行 我们说这些代币 Token 其实它的价值 也是和公司本身 是不是能够创造 它的这个产品 或者说在未来 在现实世界产生价值 去相辅相成的 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基于 已经有的东西 另外一个是基于 可能说未来的一个期望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 两边其实你去权衡的 这种方式 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甚至说 我个人觉得说 可能真的在 在过几年 我觉得90% 甚至95以上的 现在的这些代币 Token都是没有价值的 我觉得肯定是 对但是呢 一定会有几个币 它可以冒出来 但是它是基于 它所附带的 就是说这个公司 或产品的一个 真实的价值 区块链技术的 一个真实的价值 是不是有实际的 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这才能够支撑它 其实我们现在看 我也看过一些白皮书 那你要真的是说 最早白皮书 那当然是中本村 写的这个 关于比特币的 这个白皮书 你会发现 它在白皮书里面 写的每一项 它都实现了 但是现在白皮书 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大夫人写的 很多的白皮书 它是在现在的 这个时间节点里 或者说在 未来几年里 它是没有可能实现的 甚至说像我们说 很有名的Telegram 对吧 它的这个 这个token的融资 融了这么大的金额 但你真的去看 它的白皮书 你会发现很多东西 不能够看到 它到底能不能做出来 如果它能做出来 1% 5% 它在白皮书里面 写的东西 那都是非常大的 一个突破 那你可以想象 它这个里面 到底覆盖了多少 实现可能性 非常低的内容 是这样 比特币现在呢 大家基本上 其实也不是 所谓黑市交易了 这是很少的 主要大家认为 它有投资价值 因为它是币圈 第一个币 然后是最主流的币 所以大家买它 是为了生失 以太币呢 是因为买它的话 是因为所有的SEO项目 都要得它 作为基础货币 所以它原来制造了 一个需求市场 所以它是SEO相连的 所以某种程度上讲 以太币是有什么价值的 就是因为我要去 参加SEO的话 我就必须要 就是需要还是相对小 但是你想如果 那你从这个角度理解的话 是如果SEO持续存在 持续火热的话 以太币才有价值 如果SEO市场 它后面的话 经历大的crash呢 所以它和比特币 它本身已经形成 现有市场的一个 现在的这个价值基础 是不一样的 它是这样 就是SEO这个概念呢 其实现在很多项目 都不提了 他们也不做SEO了 但是它做private sale 就private sale会一直有 所谓SEO是什么概念 就是割韭菜嘛 就是我们说IPO 去割散户的韭菜 但是private sale的概念 就像我们VCA VCA在private offering private placement里边 去投那些股权投资 也就像包括 也可以去散户参与 安卓利斯这样的情况参与 所以现在很多项目呢 它不做SEO 但是它还是做private sale 但是private sale的时候 还是需要用到以太币 来做 private sale也可以用 他们也可以接受现金 而且我觉得说 其实你真的去看的话 当然现在SEO的 越来越火热 更多的交易量 会让以太币的价值上升 但是它持续上升之后 它的交易成本也会上升 的话反倒会限制到 这个币它本身的 一个流通性 对吧 交易成本越低 大家越愿意去使用 这个货币进行交易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东西它的逻辑 不是说它不能够 我只是说 它和比特币的这个 整个的价值的一个基础 还有基本面是很不一样的 它可能和其他的token 也可能他们有 非常好的未来 也有可能说 这个市场可以快速地 增长起来 但只是说 我觉得整个两边的 逻辑是不同的 所以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是基于 现有的基础的一个价值 另外的话 是一个基于 未来的一个期望 那至于未来 这个潜力能发挥出来 还是不能发挥出来 还不可知 其实这个行业里呢 有太多的人呢 是我们所谓的 就是装税的人了 就是你们有法 无法叫醒一个装税的人了 那为什么这么说 这个 这句话你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对我这个话能理解 其实很多做这个融资的 不管是SEO 还是不做SEO 做Presale的 他们可能一开始 就没觉得自己的项目 能做起来 这是占了相当的比例 对吧 但是他会说 我画一个饼 对吧 那就是装税的人吧 那你去跟他讲说 你这样不太可能做 你这个 那人家 他就算听明白了 或者说 他就是知道这个事情 但他还会去做 对他说 这个是我来钱的 这是一类人 就好像说 我们说一个科技公司 我们不说币权 我要做一个特别牛的东西 我要用一个人工智能 要做一个能取代人的机器人 你说他是骗子 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对吧 你这个东西很难界定 很明显我们觉得他是做不出来的 但是他就说我自己能做出来 我比利品这个 我融了几亿美元 多少轮 然后我几百个团队 日益机械的研发这个技术 对吧 那你真的不好给他 强行扣一帽子说 你是骗子 或者说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但是事实上 如果我们用结果来衡量的话 那可能确实大部分人是做不出来的 不光这个不是币权链圈的问题 对啊 就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AI公司 我们所谓的其他的公司也好 包括商工科技公司 有时候秉换的确实太大了 这个其实是一样的 这个跟这个融资的途径没有关系 不管是融币还是融美元 还是人民币 但我觉得这个圈子的确是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是一群理想主义者 包括钟本聪在那边 最开始式的 最核心的这一步是的 在中间的过程中 进入了很多投机分子 应该这么说 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些投机 一些创造价值 就比如说 就像交易所吧 交易所很多人诟病啊 对吧 我觉得很多问题 但是很多大的交易所 确实它实现了一个交易的市场 就帮助这些数字加密货币的持有者 做交易 或者说帮你好项目做融资通过币 那也是它的价值 对吧 当然你不排除 有大量的这种中小的 或者说有一些 利用内部交易啊 内容一些内部的一些手段 去故意让人的爆仓 是吧 去把人的那个钱弄过来 那这都是负面的东西了 现在就是最混乱的时刻 对 所以说有监管是好事 那除了区块链之外 好像这周还有什么事 值得关注呢 全球范围内 Google I.O嘛 对 硅谷的话 本地的话 Google I.O吧 是上周大家讨论都比较多的 对 然后Facebook 先是Facebook的FI 然后是Google I.O嘛 那当然现在的大主题 就是人工智能 所以Google的I.O.大会上 做了几个 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 技术的一个展示Demo 也引起很大的反响 像有一个是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 语音交互的一个技术 当时做了一个 现场订餐的Demo 可以显示出来 他们技术本身的这个 语音语调及 独特反应的多样性 对 但是它那个是 就是说让机器人 直接帮你给订了餐了 对 但是就是大家 还是要理性地理解到 那是展示 就现实的这个 谷歌的这个助手的功能 还是不能够达到 那样的一个效果的 只是说让大家看到说 未来可能达到的 高度在哪里 但是现在还是说 如果真的适应到 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人 不同的语音语调语言 它还是有很多的 一个发展空间 另外的话 Google I.O.它还是有 另外一个重点 是对于图像嘛 就是图片以及图像的 一直以来的 他们持续的探索 这方面的话 它之前像 斯坦福很知名的教授 李飞飞教授 还有李佳 他们也都是这方面的 非常资深的专家 加盟谷歌 一直在推动 这方面的发展 那我跟他们 也之前有聊过 那可能主要 他们不仅做的方向 是我们平时想到的 关于针对用户的 一些图片图像的分析 他们现在也在 大力推动 像计算机视觉 在医疗影像方面的应用 那包括之前 我们也提到过 NVIDIA它也在说 现在其实计算机视觉 在医疗影像 是个大的应用发展方向 谷歌也在推动 所以我相信 越来越多的这些技术 和医疗 其实算是一个 传统行业的结合 也可以激发很多 新的创新点 对 其实我这一次 还特地去看了一下 它的那个 就除了keynote之外 它有很多很多的 小的panel 我特意去看了一下 跟去年 非常不一样的一点 就是它有一个 专门的panel 是关于医疗的 而且非常的多 差不多排了好几场吧 李飞飞教授 也做了其中一场 我先说说 那个人家对话 我觉得它这个东西 如果真的能 把它推到使用层面 能安装到下一代的 新的这个安卓手机上面 那就是实现了 我们所谓的图灵测试 因为从它的 现场demo角度来看 确实已经通过 图灵测试了 它并不知道 那是个机器人 那不就是 通过图灵测试 但是可能它是一个 在demo的场景 是一个高度受限的 一个环境 比如说就是一些 这个订餐 或者是跟 上升国相关的 如果你general 让它去做一些事的话 它可能没法 这么自然 给你的对话 但这个我们以后 要看它的实际产品 但你知道吗 我当时看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AI 已经比我聪明了 因为有时候 我订餐的时候 那个特别是周围吵杂 我都听不清楚 对方在说什么 其实怎么说呢 我觉得大家也不用 现在就觉得说 AI就比你更聪明了 只是说它可能 在特定的展示 还有特定的场景的话 它有更强的 一个运算能力 包括这次谷歌IO 它其实有另外一个 提出的也是说 我们未来会进入到 一个不一样的 一个计算能力的 一个时代 包括现在很多 对于边缘计算 Edge Computing 这些的讨论 那个时候 那机器可以处理的数据量 那就像你讲的 你可能听起来 一时候听不懂对方说什么 但他听懂 不仅是基于 他当时听的对话 还有他之前听的 很多的信息 一个综合的分析 但其实我觉得也很有 比较各种口音啊 对 但其实还有另外一点 我一直以 在这个方面 我一直也是 还在考虑 包括我也跟很多朋友 去探讨 就是我们在做 这样的人工智能 这样的 尤其是自然语言 处理技术 语音交互技术的时候 有没有必要 把它做得这么拟人 就是有没有必要 真的是让接线员 听到说 这个感觉说 这实际上是一个人 在跟我讲话 这个必要性 到底在这个阶段 需不需要 可能在未来需要 但在现在这个阶段 是不是有些时候 会让对方知道说 其实这是个机器人 但是很聪明的机器人 在订餐 反倒反馈效果会更好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像我之前也有用过 这种人工智能的助手 他是帮我 就是去回邮件 去跟人家预约时间 开会等等 就真的是有遇到 这样的情况 因为他做的技术还不错 所以呢 他发邮件给对方说 我想帮你和张鹿 约一个时间对话等等 对方就以为 他是一个真人 后来的话 就发现 跟他会开些玩笑 甚至说 可以先跟他聊一些天 反馈很冷淡 然后对方就觉得 我的感情很受伤害 就感觉我想 后来跟我见面说 鹿你的这个助手 是不是很讨厌我 我感觉我给他 发的很热情 他给我回复都很冷漠 只是公事公办的 根本不想跟我聊天 我说他是个机器人 更加受伤 对 所以他又很受伤 我们本来要聊别的 他花了半个小时 跟我聊说 为什么要做的 这么拟人化呢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不是一个 正确的一个方向 因为大家 我们作为人类 会有一个情感 运气的一个期待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方向 可能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也要考虑 到底资源是应该放在 让AI技术 给我们提供 更加准确 精准的反馈 还是说要让他 听起来更像人 对 那个我看到 硅谷其实也有一些人 已经在讨论 就是不光是 你一个人在说这个 还有其他一些人 也写了文章在说 其实我们不需要 我们就应该让他 听起来像一个机器人 这样才能够避免 就当然他的论证 是另外一套 但是我想可能 可以避免像 类似于那个 那个电影叫什么 Her Her 或者一开始就说 我其实是一个机器人 但只是说 说起话来不太像 我觉得天空士同 就是现在两大方向 一个就是越来越像人 这是一个大方向 包括行走 能走的 能说话的 对话的这很多 还有一类呢 是让他去做 完全人以前 不会做 也做不了的事情 就是完全不像人 我就举个例子吧 就比如人工智能 我们在把它应用 一自动驾驶技术 就自动去判断路面情况 我们可以用它来 帮助人调整方向 然后呢 汽车的加速减速 和刹车 对吧 这是我们人可以做的事情 但其实现在 我们看到一些公司 也是在这个驾驶 这个层面 它的智能驾驶呢 是用在了原来 人不能控制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四个轮胎的高度 这个以前 我们人是没法去控制 这个太复杂了 而且也没有必要去控制 但结果就是 我们都是用一些 传统的悬挂系统 一些智能骑车的配件公司 它可以做的这个车 实时的探测路面 就是让你在一个 更加发动路面 开起来如屡平利 这个车本身一点都不变 包括你急转啊 什么环道啊 它车身是非常稳定的 这个好棒 感觉 所以就是说 这是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代表说 人工智能 这些技术 往另外一个方向走 就原来人 完全不会去做的事 才会去做到 那这样接下来 会有怎么发展 我觉得这两个 都会有存在的价值 我觉得往人的方向 发展呢 其实更多是 满足人的情感需求 特别也许说 你现在真的 不需要一个女朋友了 你需要有机器人就可以了 像你这个 manentance是很低的 也不需要给她买房子 possible 这是一种可能性 但另外一种是 完全不一样 我想起了 之前看过 那个世界奇怪物语里面 世界奇妙物语里面 有一集就是 说未来世界人体的 这个人类的生育率降低 所以基本上 你的 你的妻子 你的老公 你的小孩 都可以是机器人定制的 对 不知道感觉听起来 但你那个公司很有意思 回来我要问一下 你是哪个公司 你还听看到过 另外一个 类似于你说 这个公司的例子吗 就是 其实是 人根本就想不到 要去做的 或者说人不想做的 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 我想要task的 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突然想到 这么一个例子 然后来 对 说着一个方向 所以我觉得 如果带着这个 思维小的去看的话 你会发现 人物语能可以 引用到很多 我们以前没想到的领域 但是 能让我们的生活 更加的舒适方便 不是从取代人的角度 而是说 人原来完全做不到的东西 他去做 不过你这样一说 我想想 其实现在很多人工智能 的确是用在这个方面 就比方说拍一个照 然后就把你的脸 给换了之类的 大量需求这方面 对 那是一种应用 是一种应用的需求 对 所以上周 那个过来的人工智能 我觉得它 引起大家的感兴趣 不光是说准确的去提问 它还带了一定的人的情感 你会发现 它有些 没有意义的字和翻译 对 但是它去模仿一个人 而且尤其它说话 会说please 会说请 因为之前我们大家 对于Amazon 就是亚马逊的 它那个云系统的一个诟病 就是说很多人 在家里用了那个系统之后 小孩都变得很 粗鲁 是吧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 我说话就觉得说 命令式的 就命令式的 不会说please 不会说请 或would you could you 它不会加这样的词 但是那天那个demo 其实它是会很有礼貌的 或者说它是把你 它鼓励你 对 对 你用了please 或者用这样的一个禁语的话 是它触动 触发它这个命令的一个一部分 就google它本身也 聘用了很多社会学家 心理学家 到它的那个 这个人工智能研究当中去 其实就是为了解决这些 可能会产生的社会问题 对 不过我是感觉 在这个时间点上 2018年了 人工智能已经讨论了很多年 大家也兴奋了很多年 就在这个时间点上 我们确实在期待着一个 重大的突破 就是能在应用上面 为什么google开始 对医疗这么感兴趣 我觉得你看看 重大的突破口 在哪一方面能对人类社会 当下产生很大的冲击的 带来很大的价值增值的 可能那是一个非常 或者说是最重要的 问题之一吧 我觉得 传统的人脸识别 比如说美颜修图换头 这些可能会太小了 教安防呢 当然也行 那并不是个消费器的 对吧 那我们消费者是感受不到的 那google的语言助手 就算是个消费器 它如果真的能做成 通过图灵测试的 general的这种对话的AI的话 那当然很厉害 因为全球每年都会有这个比赛的 chatbot的这个benchmark的大赛 可能十几年了吧 我印象里面 一直在做 就看谁更像真人 无非那我觉得google 这个可能是 目前最接近真人的一个 对 我觉得其实医疗 因为之前我记得和许涛 私下有沟通过 就像刚才刘永总讲的 现在之所以这些大公司 哪怕传统是做consumer 它不是做这种医疗和工业 它也在做医疗方面的应用 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个行业 它可以显著的 彰显AI的一个实力 或者说AI可以带来的变革 因为医疗行业 长期存在的问题 一个是信息过量 就像尤其像医疗影像 那它的这个医疗图像等等 信息是绝对过量的 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又期待 未来的方向是可以进行 个性化定制化的一个 医疗的一个诊断 然后医生可以进行更加 针对性的一个 诊疗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时候像计算机视觉 包括像深入学习 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助手 帮忙进行这个 图片的预筛 图像的预筛 精确分析 错误纠错等等 我们之前也听过新闻 IBM Watson有抓住一些 医生漏掉的这种 癌症病例的图像 那这只只是一个方面 但后面的话 比如说辅助医疗的一些设备 康复康健的这些 机器人的设备 手术机器人的应用 这个都是像刚才刘永总提到的 现在很多技术发展的方向 是辅助 是去提高 是像我们 不是说要去颠覆某个行业 或者说替代医生 替代护士 而是让他们的工作更加高效 工作更加准确 同时呢 给用户带来更好的一个 使用技术和使用服务的体验 对 包括Google 它在Panel上面 着重说的一点 还有也包括什么 关于药物发现 对对对 像以前以往的 药物研发的过程是 非常非常周期很长 而且资金量需求很大 那现在它其实是用 人工智能技术 进行这些化合物的 预先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做实验 就是在试 试哪个化合物 合成之后的话 会有一定的效果 我们也听过很多 有意思的故事 某些药品是因为是 他们在尝试 另外一种药品的时候 彰显出来一种效果 然后成为了 其实跟他们 本来初中完全不一样 相当于是副作用 反而更加有效 所以其实这是很有意思的 一个方向 也能看出来说 这样的新药研发 是需要大量的实验的 那现在人工智能 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 modal 我们叫说 建立模型 进行预筛 那可能到最后 本来它要进行 20个平行实验 现在只需要进行三个 那再往一步推进的话 那就是个性化的制药 个性化的地药 比如说每个人 可能将来吃的药 都是不一样的 得到同样疾病的 不同年龄 不同性别 不同族裔的人 可能需要不同的诊疗方案 对 关于之药那个 《硅谷早知道》第一期 当中也专门做过一期内容 所以如果听众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回过头去 听一下那一期 好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张璐和刘勇 再次做客 我们《硅谷早知道》 谢谢许唐 谢谢大家 谢谢许唐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 或者评论 那请给我们留言 或者在读者群中 进行讨论 如果觉得节目 对您有启发 也请转发给您 一两位朋友们 让他们也听到这档节目 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